欢迎收看10月18日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午是家旋 MyAlly创办人兼大股东吴焕华与他的妻儿 在昨晚被逮捕 推示今天批准警方延扣4天的申请 由于代表MyAlly公司股东的律师 与前首相兼国盟主席慕尤丁同一家 继罗斯里达莱沙拉瓦南律师楼RDS 因此有人就将MyAlly航空公司的危机 与慕尤丁扯上关系 对于外界的直指点点 慕尤丁坐不住 今天在脸书发文告炮红 有人试图玷污他的名誉 并指RDS律师楼 有权代表任何需要法律服务的人 慕尤丁在文告中强调 自己与MyAlly毫无关系 并促企图恶意破坏其名誉者 立即停止肮脏廉价的政治手段 他指出自己对MyAlly的背景一无所知 且在搜索后才发现 这家公司是在2021年12月22日 获得有条件批准颁发航空服务执照 而当时他已经不是大马首相 头团党江沙国会议员伊斯坦达祖卡奈 转向力挺首相安华仪式持续发酵 虽然国盟指控伊斯坦达 是在被威胁和恐吓的情况下倒戈 但当事人昨天就否认 澄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选区 更容易获得拨款 并坚称对目前的东家土团党忠心耿耿 对此一党树里主席端伊布拉辛 也为伊斯坦达护航 指他没有跳槽或退出土团党 所以暂时不能够使用反跳槽法来对付他 与此同时端伊布拉辛也选择相信 伊斯坦达的说法直言对方肯定是感受到 来自选区选民的压力才会出此下策 无论如何国盟总秘书韩莎在努丁指出 他们将在近期内开会讨论伊斯坦达的课题 然后决定下一步行动 手机和网络诈骗案件日益猖獗 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副部长兰卡巴欣 今天在股会下议院回答图团党股会议员 伊克玛提问时表示今年截至9月30日 我国共录得19,220宗诈骗案 涉及金额超过6.81令吉 但相较2021年和2022年的3万多宗 已经大大下降 如果我们看过去5年的数据 从2018年涉及的数额将近241令吉 再到62亿、20多亿以及今年的6.8亿 算是值得安慰的数据 当然警方在打击诈骗集团方面也不遗余力 兰卡巴欣指出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0之欺骗条文 开档调查5924宗诈骗案和54宗洗钱案 并冻结了高达6300万令吉的资金 至于被控人数 从2021年至2023年7月 有近2900人受到法律制裁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 可惜典对于2022年7月 从2022年7月2012年7月20日 从2022年7月2014年7月20日 在2022年7月20日 几年7月20日 有数据典的数据典的数据典 被控制裁典的数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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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蘭卡八星也補充 截至今年9月 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 也成功攔截超過26億通涉嫌網絡詐騙的來電 並在短短8個月內 封鎖了1247個與詐騙有關的釣魚網站 巫桐主席兼副手下阿莫扎西 遭遷在貪汙案件中 獲判DNA引起巨大爭議 國會人權選舉及體制改革特別臨選委會 將在本月尾召開首次庭證會 並邀請前總檢察長伊德魯斯·哈倫 以及現任總檢察長阿莫·特里魯丁出席 以協助特委會瞭解該風波 特委會主席梁茨堅今天向星洲日報證實 特委會已經討論聽證會的程式和敲定最後細節 包括聽證會的日期 到時候也會邀請非政府組織 像是競選盟、民主及經濟事務研究院等團體出席 而特委會的聽證會除了會討論 目前警方援引蓄意商人罪名展開調查 並追查涉事前男友的下落 下有學生因為拉椅子惡作制而受重傷 一名患有腦癱的女孩伊卡在學校裡被同學作弄 而重摔在地導致圍骨骨折、椎肩盤突出 以及骨粗傷必須臥床直到康復為止 儘管目前伊卡已經出院 但依然需要靠止痛藥和物理治療來減輕疼痛 女孩的母親於4天前在TikTok上傳有關事件 敦促大家認真看待拉椅子惡作制的嚴重性 不要再開如此的玩笑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們 也記得追蹤、訂閱、百格 我們下回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